大家好,我是小宇,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菲律宾丧尸片《Z街区》 这部丧尸片相信绝对能让大家感受非凡 制作不易,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哦 话不多说,现在就带大家来感受这部丧尸片 咯登病毒在菲律宾肆虐而起,感染人数每天都在不断地增加 随着疫情的加重,医疗系统已经接近崩溃了 血伤加霜的是,台风亨马将在一天内进入菲律宾 此时的菲律宾可谓是离分崩离析,仅有一步之遥 在Z街区的一个医学院里,我们的女主登场了 简单介绍下咱们女主佩吉哈 佩吉的母亲早年因中风早逝 父亲因为自己忙于生气,没能陪伴在妻子左右,一直心怀愧疚 所以佩吉对自己的这个父亲并不是很亲近 不过还好,自己的校草男友卢卡斯一直陪伴自己身边 两人这天约定好等卢卡斯训练结束之后见面 这天,佩吉这边来了一个小腿被咬伤的女患者 刚解开女患者脚上的手绢 患者就开始浑身抽搐,口吐白沫 佩吉全力抢救 她想把没能将母亲救活的遗憾弥补在女患者身上 奈何,患者早已经停止心跳 佩吉的努力终究还是无济于事 恍惚之中,她回想起自己的母亲临终前也是这样的症状 而自己因为当时太小,没能救起母亲 这件痛苦的往事让佩吉心情沉重不已 她无奈地走出房间,安慰着患者的女儿 告诉她要坚强,就像是安慰着当年的自己一般 佩吉还在医院的走廊上遇到了父亲 原来父亲在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撞伤了一位路人 不得已之下把他送往医院检查 自己还要垫付检查的费用 佩吉知道事情的始末后很是无语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两名医学生来到了已经死去的女患者的病房 其中,有个戴眼镜的医学生是佩吉的好朋友 此时,惊悚的一幕发生了 心电间护移的屏幕上 原本笔直的线开始有了起伏 女患者竟然恢复了心跳 此时的女患者突然发生变异 冲着一个医学生的脖子咬去 顿时,画面变得鲜血淋漓 医学生的脖子被咬得惨不忍睹 另一名医学生眼睛难被吓傻了 这种场面自己也没见过 连滚带爬地跑到了门外 提醒走廊里面的人赶紧快跑 被咬的医学生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 变成丧失的女患者紧随其后 此时,她已经丧失了人的意志 开始发了方的一般 对身边的活人进行疯狂的滋咬 父亲将她推倒 这才侥幸逃脱 此时的医院已经乱作一团 医学院的图书室里正一片相和 学生们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个同学正和朋友们打着扑克牌 聊着自己听到的八卦 却说呀 学校建成初期 有条秘密的地下通道 神父们在晚上会走地下通道溜出去 说完 这个同学还顺道 把自己手中嗜血怪的牌打了出去 结果下一秒 丧尸就冲了出来 篮球场这边也没能幸免于难 丧尸大军很快入侵到了这里 篮球运动员们纷纷隐眯于此 女主男友卢坎斯 在看着自己的好友被咬之后 见状不对 思想挣扎了一番之后 选择了逃离这里 另一边 校长和学生会主席 在监控室里注视着一切 面对这样的场景 知道一味的隐瞒不是个办法 只好将学校的情况宣布出去 佩吉这边 正向教授做着汇报呢 就听到广播里 传来学校被封锁的消息 学校让大家待在室内保持冷静 教授这边正要把门关上 一个丧尸突然出现 想要破门而入 众人联合一起用柜子抵住门 这才勉强安全了下来 不幸的是 教授的手不慎被咬伤 另一边 卢卡斯在躲避丧尸的地方 遇到了自己未来的老丈人 当然 此时的卢卡斯还不知道 面前的男人是佩吉的父亲 两人合力将一个丧尸干倒 无意中 发现了丧尸怕水的弱点 两人临别之际 一个说要找女儿 一个说要找女朋友 无奈两人只好互相作别 分道扬镳 卢卡斯这边 解决掉教掩室门口的丧尸 成功和佩吉他们会合 正当他们要逃离开这里时 被咬的教授变成了丧尸 没办法 众人在这种危难关头 只能将教授杀掉 所有人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地 冲出教学楼 准备逃离学校 哪知 前面士兵们早就已经封锁了道路 不准他们出去 军方看到学生身后冒出的丧尸群 无辜上次的阻挠纷纷扣动了板机 射杀了无辜的师生和丧尸群们 师生们至死也没有想到 自己好不容易逃出来 竟然命丧于军人的板机之下 另一方 学生会主席盖洛 忙给自己的军官父亲打电话 让他派人来救自己 他父亲让他们明早五点 到达医院屋顶 自己会派直升机来接他们离开 而女主这边 大脑也是飞快地运转 快速地和好朋友 一起商量出逃的方案 演技男这边 也受到了来自梵妮莎的消息 明早五点 医院屋顶有直升机救援 但是这次被佩吉否决了 医院离他们太远了 最终他们决定 去距离不算太远的学生会办公室 女保安带着那名女患者的女儿 卢比在学校摸索着 碰到了佩吉的父亲 帮她解决了眼前的丧尸 两人打了一个照面 学生会办公室里 盖洛知道了瓦妮莎 透露了消息给佩吉他们 两人起了争执 盖洛失手把瓦妮莎推下了楼梯 佩吉一行人看到了瓦妮莎的尸体 盖洛谎称瓦妮莎变异 自己才不得已把她推下楼梯 大家没有怀疑盖洛的话 并且还让盖洛加入他们 这边女警带着佩吉父亲和卢比 前往了食堂搜寻物资 稍作休整后 食堂突然断了电 红色的应急灯突然亮起 红色灯光的刺激 让丧尸们变得兴奋无比 变得更加躁动不安 佩吉父亲觉得他们待在这里不是很安全 于是决定换个地方 佩吉一行人正准备避开丧尸群 去往教堂的位置 佩吉和卢卡斯在地下停车场 遭遇到了丧尸群们 幸好他们躲在了汽车底下 没让丧尸发现他们的踪迹 不幸的是 卢卡斯的手被玻璃划伤了 两人与其他人在教堂门口会合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但是教堂怎么都打不开 这明显是有人从里面反锁了 更为危机的是 他们被丧尸包围了 他们立马抄起旁边衬手的工具 开始和丧尸搏斗 不愧是主角团们 成功将第一波丧尸干倒 眼看着丧尸越来越多 危急关头 教堂的门打开了 佩吉父亲和女警掩护他们 成功安全地进入了教室 妇女相见可谓是又惊又喜 此时卢卡斯有些尴尬了 那承想之前和自己一起打丧尸的队友 竟然是自己的岳父大人 自己还跟他说自己要去找女朋友 完了 大型尴尬现场 父亲看到自己的便宜女婿和女儿 正在你浓我浓 故意从他们面前走过 表达自己的不爽 几个人聚在一起 开始讨论这场病毒的发生 这个病毒的感染症状 和狂逞病毒的症状有些相同 好动 疼痛感受迟钝 唾液过多 正当大家全身心地投入讨论中去时 卢比被一只猫咪吸引了过去 发现了一个隐秘的通道 佩吉父亲急忙将佩吉拉开 这边距离直升机的救援只剩下四个小时 为了逃生 女警决定带着众人前往图书馆 正当女警准备打开铁门时 卢比在丧尸群中发现了自己的母亲 于是不顾一切地冲入丧尸群 最终可怜的卢比被丧尸吞没了 盖洛趁大家将注意力放在想要解救卢比那边时 自己一个人进入了铁门里 还将铁门反锁了 自私的盖洛看来只想一个人去往救援地点了 其他人不得已改变方向去往了宿舍 生存的机会渺茫 所有人此时都沮丧极了 佩吉的父亲看到身旁有一把吉他 便开始自弹自唱起来 沉重的气氛也得到了一丝的缓和 佩吉也难得的对父亲说了一句 我想念你的歌 佩吉想要进入一个房间 结果里面突然窜出一个丧尸 父亲急忙上前和丧尸搏动 结果父亲的手不幸被咬伤 父亲知道自己活不长久 在深情地拥抱了自己的女儿之后 父亲要求女警开枪杀了自己 女儿痛苦万分 悲伤难以自持 他不希望自己的父亲就这样与自己永别 最后父亲被大家关起来隔离 眼睛男麦尔斯这边 被埋伏在纸箱子背后的丧尸奇迹 不幸被咬伤 自知难逃一死 但麦尔斯仍然坚强地主动拿着枪为大家断后 直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 被丧尸吞没 眼看着丧尸群越来越多 女警拿着枪冲入丧尸群 为大家的生存赢得一丝生机 最终女警英勇牺牲了 仅剩的三人逃到游泳池 直到丧尸怕水的弱点 三人急忙跳入游泳池中 获得了暂时的安全 艾丽卡为了朋友们 甘愿自己作为诱饵 吸引丧尸群 鲜血在水池中扩散 犹如鲜艳的花朵 一如艾丽卡那鲜活的生命 两人历经重重险阻 终于到达了医院的顶层 可是身后数不清的丧尸 仍全追不舍 那扇铁门摇摇欲坠 随时都有可能不堪重负 卢卡斯送佩吉登上了停机坪 自己因为手上有伤 怎么都趴不上去 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丧尸 卢卡斯在天台上深情地 凝望了自己爱人最后一眼 纵身一跃 身后的丧尸也跟着一跃而下 佩吉躺在停机坪上绝望至极 至亲 朋友 爱人 自己所爱之人都永远地离开了自己 仅留自己一人在这世间独活 佩吉走到平台边缘纵身一跃 结果第二天醒来 佩吉发现自己躺在一块平地上 佩吉忘了自己身在最高层的停机坪 自己从停机坪上摔下 就这个高度绝对闹不出性命 佩吉发现了自己手上丧尸咬出的伤口 奇怪的是自己并没有感染 佩吉瞬间明白了 自己的体内携带着病毒抗体 所以才没事 那自己的父亲会不会也无大碍呢 佩吉仿佛重获新生一般 重振旗鼓整装待发 准备一个人单枪匹马地 来面对来势汹汹的丧尸群 佩吉冷静地按下紧急应援的红色灯光 触发灭火报警 焚射大量的水 干扰丧尸们的状态 女主满血复活 三下五除二地解决掉眼前的丧尸 女主找到关着父亲的房间 不出所料 父亲同自己一样都是遗传性免疫的携带者 父亲和女儿一起商量着逃生方案 父亲突然想起在这所学校流传的故事 在教堂有一条古老的通道 是日本殖民时期留下的 父亲想起卢比当时站的位置 面前就是一条通道 妇女二人重新来到教堂 找到了那条古老的通道 后面的丧尸步步紧逼 前方有人拦住了去路 是要变异的盖洛 父亲没能来救他 盖洛看自己也活不了了 那死也要拉上垫背的 父亲和盖洛纠缠战斗了一番 最后父女俩成功逃出 盖洛则丧丧丧尸群众 好不容易私利逃生 却发现外面的世界也早已混乱不堪 广播中传来消息 近期有台风登陆 恰好有大量的水 感染病毒者惧怕水 等强降雨来临时 大家可以躲到岛上 镜头回到学校内 一批幸存者发现了 尚有气息的卢卡斯 卢卡斯得救了 不得不说 这部影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女主在顶楼穿着白色背心 目光坚定地望着远方 这一幕可以说是本篇最佳片段了 英姿萨爽 颇有几分身化危机女主的样子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